五十八 中國政券部2015年5月9日報章 Z05基金天地仰基深經白 綠幸東基民如何應對大跌? 綠幸東近日,互心兩時發生的大跌行情, 頓時將一個嚴重問題擺在基民面前, 尤其是對新基民而言, 這究竟是屬於牛市中的回檔, 或是行程的終結?到底是該借機馬入? 或是將手中的股票基金屬毀? 其實,雖然由於受多突發因素影響, 預測短期市場趨勢變得非常困難, 但對中長期趨勢的判斷應有一定百億。 片觀海內外市場,無一不是按著低迷期, 初升期、回檔期、主升期、末升期、 初跌期、反彈期、 主跌期和末跌期九個階段進行著牛熊輪迴, 所以,基民該做的首先就是對大跌性質進行仔細分辨, 大跌行情大都發生在牛市會檔期及紅市初跌期、 主跌期,雖強調的是, 大跌發生在市場的不同階段, 其性質完全不同,如2007年2月27日, 湖中子丹日跌幅達到8.84% 2007年5月30日和6月4日, 湖深股市又發生兩次大跌, 湖中子丹日跌幅分別達到6.5%和8.26%, 但這只不過是牛市在經歷初升期後產生的回檔, 而2007年10月18日活蹤只需止下跌3.5%, 但事實證明,這已是由牛轉紅的標誌, 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大跌可以通過以下方法來辨別, 一是參與各方的心態,在牛市會當期, 可以明顯感覺到包括大部分分析師和投資者 都最努力規避已有高股之嫌的投資品種, 尋找被低估的品種, 並表現出極強的風險防範意識, 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斷然離場避險, 而在牛市每星期和紅市初跌期, 卻可以聽到大部分分析師和投資者 都在談論後市還將有多少上場空間, 至於這些投資品種是否高股已很少有人關心, 賣出者大都後悔自責, 持股者更是嚴重適受, 從盤面表現看, 往往不須多大成交量就可使指數創出新高, 整個市場充滿樂觀情緒, 而是企線組合型態, 牛市上升途中發生的大跌, 雖然跌幅巨大,充滿恐怖, 但通常不具有連續性, 從企線組合型態看, 一般是陽線多於陰線, 整體趨勢仍然向上, 而趨勢逆轉後, 往往事先以小幅下跌開始, 通常跌幅需不是十分大, 卻具有連續性, 從企線組合型態看, 雖還可能陰陽相間, 卻必定是陰線多於陽線, 大跌過後, 整體趨勢會轉頭向下, 於2007年10月18日這一次, 湖中止在下跌3.5%的前一交易日早已下跌0.92%, 並在盤面出現四連陰走勢, 其後再反彈兩日後, 再度大跌4.8%, 三市對利空的反應, 牛市上升途中, 尤其是初升期, 人們由於頭腦中對不久前紅市的恐怖記憶, 對國總利空消息的敏感反應隨時都可能引發大跌, 於2007年5月30日和6月4日這兩次, 均與管理曾公布的調控政策有關, 反觀紅市初跌期, 由於人們心中仍殘留著牛市主升期的疫情, 對國總利空消息極為麻木, 甚至將利空市作利好炒作也屢堅不鮮, 以致多大跌真正來臨時, 大部分人依然意識不到這時推動股市揚升動能以衰竭的信號, 認為之前並無特別利空發生, 因而也不相信市場趨勢會發生逆轉, 四時大跌發生後市場整體活躍度是否降低, 如果大跌發生後的次日, 市場再度放量上攻, 並收復失地創出新高, 或大部分製造行業很快又恢復原本的聲勢, 令的行業也很快站穩, 以市場整體成交量也並未嚴重萎縮, 即理應屬於牛市中的回檔, 反之,應是紅市中的下跌, 當能對大跌性質實施較為準確的分辨後, 並不意味著機民就可以草率地進行買賣。 雖形式道,股票基金可分為主動型股票基金 或被動型指數基金兩大類型, 如果機民持有的基金屬於前者, 且經查閱該基金以往在各種市場狀態下的表現, 證明其基金經理具備出息封控能力後, 則只要市場趨勢未發生逆轉, 仍應繼續持有。 如果機民持有的基金屬於後者, 也不必計較短期內的降跌, 已應先為自己已定投機計劃, 寫下已買賣的具體基金, 是一次性操作, 或是分批進行等內容, 並規定只有當自己的分析判斷已得到客觀事實印證後, 方可付諸實施。